因為我自己是敏感的頭皮 像現在換季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紅紅的 然後癢癢的都會一直抓 這皮脂腺跟汗腺的分泌 它可能變太多或是變太少 換季的時候 或是說壓力大 沒睡好的時候 它會過度的狡化 我們的頭皮呢 跟我們身上其他的皮膚一樣 其實它是有菌落分布的 是 因為只要我們頭皮一破皮 就有可能這個壞菌 它就會侵犯到我們的皮膚 週一到週五上午10點 捨定三類台灣台 健康有方 讓您健康N四方 好